怀孕引起甲抗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要特意讲到的我们叫妊娠期的甲抗 之所以得妊娠期的甲抗呢 是因为胎盘产生的叫绒毛膜醋新腺激素 这个激素呢和醋甲状腺素 它们两个呢有类似的地方 至少有一部分的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呢它会刺激你的甲状腺要分泌 就分泌甲状腺激素 导致了这个叫妊娠期的甲抗 会出现心慌啊出汗啊 体重下降啊出现腹泻 这种呢叫妊娠期的甲抗 一般只需要观察 不用特殊的处理 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人 他出现胸率特别快 120 130 病人非常难受 那这个呢可以酌情 它可以说 否则是这么刺 Solutions 你并没有读二分之后 这么刺激素 感谢掉 可以軾ática 解决